那么特别我是注意到什么呢 如果你光是这样讲 只是这个储词里面你去看了 那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特别注意到 汉代的一些文献里面很好玩 汉代的一些文献 我只讲西汉 东汉不考虑 我那时候基本都看了 所有的汉代的很多的文献里面 有带西字的 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是汉 我是说汉代 带西字呢 一种是什么呢 腹里面会有西 很多的腹里面会有西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 一些所谓楚歌 就是楚词体的这些歌会有西 比如说这个 立八三西气盖世 食不立西追不适 追不适西可奈何 于西于西奈何何 这个就是所谓的楚歌 负里面的会有些西 它会用到一些西 四字的也可能用到西 有些长句也可能用到西 特别有意思就是 我看的是什么呢 很多的负里面用到的西 很多句式 它很多实际上是更近于什么 负是什么 负是不唱的 是不歌而送为之负 不唱 但是送 送读 这个叫做负 所以很多负里面的那个西字 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近乎这个离烧体的 很多这个近乎离烧体 那么这个歌楚歌 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 就所谓的歌的例子里面 很多很多都是近于九歌的 就是它那个西字前后都是少的 是少的 都是短的 那个我前面讲 超乌歌西 皮西甲是这样 对吧 那个基本上也可以看 你看那个就是大风歌 大风歌 这个大风起西云飞扬 威加海内西归故乡 当然威加海内是四个字 安德蒙是西守四方 安德蒙是四个 但基本上都是三次的 那比如说汉书 汉书里面记载书五 书五当时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在匈奴19年 在匈奴19年 当时这个最后要回了 要回国 就是把它接回南方了 要回南方的时候 就李玲和他去送别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这个李玲当时就起舞 告别的是李玲起舞 李玲当然回不去了 起舞以后他就开始唱 那个汉书里面记载讲歌乐 开始唱歌什么 今万里系渡沙漠 为君将系奋凶儒 路穷觉系诗任催 世众灭系名以推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所以他那个歌都是四个字的 你看这个金万里系渡沙漠 三个字 三个字都是这样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很多的所谓的汉代的腹里边 腹里边那个句子都是 腹里边讲到歌 腹里边有的时候 它会出现那个歌 歌乐 歌乐 腹里边出现歌乐 出现歌乐的时候 这个后边 一旦出现歌乐后边的句子 西汉为止 出现歌乐后边的句子 全是九歌题的 全是九歌式的 没有离超式的 如果我举个例子 像七发里面 它里边讲 像脖子鸭为之歌 歌乐 什么什么 它这个都是那个 什么脉袖骑系 智南飞 向须鹤系 背高怀 一绝屈系 临回兮 都是三个字 三个字 就腹里边 这个腹当然是不歌 不能唱的 但它一旦里面提到歌的时候 它那个句子都是九歌式的 比如说美人腹 美人腹就是司马相儒做的 司马相儒的美人腹里边就讲 这个讲那个女子唱歌 独处事 喜阔无依 司家人喜情丧悲 有美人喜来何词 日记目喜华色衰 敢脱身喜常自私 这个你们都可以去找 全是九歌式 所以我当时的一个 就是根据 特别是汉代 我觉得汉代人的这个 特别有意思 在不歌而送为这父的这个父 他完全不能唱的这个父里边 他一旦出现了所谓的歌 他讲这个里面是歌 他用的就是九歌式的 九歌式的 九歌式的这个戏 这说明什么问题 起码就是我觉得到西汉的时候 我一提 那些西汉人 他都非常清楚的 这个歌的大概 那个乐句大概是怎么样的 怎么安排 他这个是有非常共同认识 大概到东汉以后就乱了 东汉以后 他讲到歌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是出现离烧体 离烧死 但是西汉时代基本没有 那我觉得东汉以后 可能是一种模仿的结果 那不一定是对这个音乐 非常了解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来讲呢 就是这个西字的位置 其实非常意思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九歌是可歌的 离烧是不可歌的 在句式上实际上也有反应 就是西字前后的这个长短的问题 如果回过来大的问题 就是九章 九章怎么来看 九章你整个看过以后 九章看过以后 菊颂 菊颂是四言的 可以不论 可以不论 但实际上菊颂我相信 可能也是可以唱 可能也是可以唱 他跟诗经里边的那个 用西字的 一日不见如三秋夕 是一样的 它是四个字 三个字 西字在最后 西字在最后 是这样的一种句式 所以他跟那个诗经是有点像 那四言我们可以不管 其他的一些剧 其他的一些诗 其他一些诗里边 大概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怀沙 我前面提到 怀沙这篇作品比较特别 怀沙这篇作品 前边 西字前边可能有四个字 后边四个字 也可能前边有四五个字 它不太长 基本上不是六七个字 基本上可能四五个字 怀沙这个作品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的话 它西字前面有四个字的话 或许我只能讲 或许它是可以唱 或许是可以唱 但是 这个《史记屈原列传》里面讲 屈原当时 作怀沙之父 史记里面讲 它说作怀沙之父 这个父当然是不能唱的 所以恐怕是不能唱 恐怕 怀沙有一点复杂 怀沙有一点复杂 就除了怀沙之外 像西宋 像涉江 除了怀沙和居宋之外 像西宋 涉江 哀隐 抽丝 丝美人 西往日 悲回风 这个七篇 它的句式基本都是离潮式 全是离潮式 所以九章来讲 基本上可以说 它是不能唱的 如果我的假设 我的假设这样的话 它是不能唱的 那么这个代表着什么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话 那其实代表着在 屈原的创作里边 它九歌是根据 不管是民间的 还是国家那种 既视的那些歌曲来改编的 这个还是合跃的 但它自己创作的作品 像离潮 像九章里面的绝大部分 其实都是不可歌的 不可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屈原子里 实际上已经显露出 那个作为 以文字为中心那种诗 那种文学 其实已经跟音乐发生了分离 已经呈现出这种分离的状态 它已经不是像九歌 像早先那些传统 九歌因为它是根据以前改编 不管是民间 还是国家的 既视当中用的 它都是根据以前改编 改编的实际上 那个诗实际上跟音乐 关系还是非常的密切 因为它是可以唱的 那到屈原以下 它实际上已经开始 呈现出这样一种变化 所以我的观察 或者我的推断可能是 可能是不是还是可以讨论 不一定是绝对的 不一定是绝对准确的 但是我想就是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非常 还是非常值得强调的 就是说从屈原开始 那个脱离音乐 而走向以文字为中心的这个文学 实际上在屈原子里 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这个趋势 总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后来逐渐发展 就是离开这个 离音乐越来越远 包括后面五言诗 包括后面你怎么来看 就是齐良时代 那个永明时代 他们要建立那个 所谓诗歌的声律 诗歌声律 实际上那个声律 就是脱离音乐以后 怎么来建立诗本身的音乐性 实际上是那么一个问题 对不对 离开音乐以后 怎么来建立它的音乐性 就通过四声的调谐 那个一扬顿错 那个交错的变化 然后来建立诗本身的音乐性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根据音乐来建 依据音乐的那个音乐性 而那个旋律 而是这个字本身的那个四声 来交错变化 来建立那个诗的音乐性 所以在这个大的过程当中 屈原可以讲是一个 如果我的判断是不错 或者说大字方向是对的话 那屈原这个时候已经开始 已经有这样一种努力 就是这个诗歌 以文字为中心的诗 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 走向这个脱离音乐 走向这个道路 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的一点 我觉得也是 这是跟诗经相关 也是 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它跟音乐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前面讲的诗经和楚词 其实是先情的运文 所谓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诗歌 这个运文 那么运文这个呢 我们是把它放在一起讲 放在一起讲呢 因为可以有个比照 一个是北方的 一个是南方的 也有不同的风格 也有不同的风格 那么作为比照 但事实上呢 如果从准确的历史时段来讲 诗经和楚词 诗经的结束到楚词的开始 其实是相差了两百年的 相差两百年的 它并不是一个同时代的作品 那我们知道诗经是什么呢 诗经那个时代 就是屈原实际上 已经是战国的后期 中后期的 那诗经那个时代呢 实际上是从西周到春秋的中叶 差不多五百年间的作品 所以它们之间实际上是间隔了两百年 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比较 当然这个比较 我相信也是有理由的了 很多也都这样讨论 但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比去年的时间要早 这早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散文 所以这个散文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历史现实的反思 为什么讲 先秦散文是历史现实的反思呢 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讲 分两个部分来讲 因为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 大家知道 对孔子来说 孔子那个时代 他诗三百 诗三百那时候 已经确定截击成功了 那么在那个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诗王 诗王而春秋 诗王的那个时代 那个之后那个时代 散文其实有很大的发达 大大的发达时代 这个呢 孔子来讲 对孔子他讲是 他的那个时代 是礼崩乐坏的一个时代 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 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这个因为这个 社会的大变动啊 这个处在这样一个大的 这个这个 这个礼崩乐坏的一个 大的变动时代 所以大家自然你可以想象 会有很多的意见要发表 所谓后来 所谓这个 所谓的百家争民 百家争民干什么 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提出不同的这个 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要来进行这个 发表的意见 那么同样的 你要发表意见 你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经验 要重新汲取 所以这个时代 就是说对历史经验的 回顾 和对现实问题的这个 意见 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 先请散文的这个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可以一个假释 历史 就是那些 所谓我们今天看作的史书 和那些对现实的 发表的意见 我们现在有的可能 把它看成 我不太完全主张 把诸子的著作 都看成所谓 哲学的著作 或者思想的著作 我们可以做 这样的抽取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们对 当时的这个时代 有话要说 他们要发表 他们的意见 有不同的方案 当然他 这个不同的方案 也是有他的思想背景 思想基础 有观点 所以这两个方面 就可以想象 是那样的一个 这个先情世代 主要是当然讲的是 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 这个情况 所以呢 那么第一个呢 实际上要讲的是 历史叙述于文学 实际上主要讲的 我们以前讲 就像历史散文 我们以前讲 我这个把它拼合在一起 可能大家比较方便 自己历史现实的反思 是这么一个背景当中 当然有历史现实的反思 那么实际上过去 我们讲先情文章 诗经厨词 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历史散文 或者说是诸子散文 你这样这么讲 我把它讲成 这个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第一是历史叙述和文学的问题 历史叙述和文学呢 这个首先要讲的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那些史书 因为我觉得是要讲 这个所谓的春秋 春秋呢 实际上是 以前各国史书的一个 总名了 就各国都可以有 百国春秋 各国都可以有春秋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春秋呢 当然是一个鲁国的史书 是站在鲁国的立场上 编撰而成的一个史书 据说呢 是经过孔子的修订的 那么春秋是个什么性质的书呢 古时候呢 这个史啊 是非常重要的观 这为什么史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时代 我讲了 是一个前遇时代 就是说前辈的经验 是有决定性的 是交给后代 所以这是 所以你掌握了历史 掌握历史经验 你其实就掌握了 这个人类智慧的 这个最主要的方面 对不对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 这个 从这个来讲的 就是古代那个史观 是非常重要 那时候史观有什么 有左史 有所谓的右史 左史干什么呢 左史记严 右史呢 记事 它有不同的执掌 相对不同的这个侧重 严为上书 四为春秋 你读那个上书 就知道了吧 上书它是很多的 那些 所谓的糟告啊 什么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这个 当时很多各种这个糟告 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一些讲演 那些报告的这些一些记录 他用了不少口语 当时口头的这个 口语的这个痕迹 非常的明显 所以后来人家讲的是 截取熬牙 很难读 所以既言 春秋呢 所以重点 实际上春秋是一个 济世的书 春秋基本上是济世的 以济世为侧重的 就是在古代这个史书的 这个系统当中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定位 那么鲁国的这个春秋 经过了孔子的修订 据说呢 这个因为经过了孔子的修订以后呢 就有所谓这个 就有所谓威严大义 威严大义什么 一字褒贬 就是这个书不是仅仅是一件事情 里边同时也基于了孔子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 基于他的价值观念的一个判断 一个评价 所以当时孟子里边就写道过 他讲 士衰报威 邪说暴行有作 臣士其君则有之 子士其父则有之 所以呢 孔子聚坐春秋 孔子聚坐春秋 当时因为他说 这个儿子杀老子的有 这个大臣杀国君的有 所以孔子害怕了 就坐了春秋 坐了春秋以后怎么样呢 坐了春秋以后说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孔子坐春秋 乱臣贼子聚 乱臣贼子都害怕了 他怕什么呢 我现在讲是有道理的 丘吉尔讲最好 我提过 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 就是写历史 所以孔子 他在当时的政治 当时的这个政治当中 社会当中 他的实际的运用政治权利 他不过就是做到 鲁国的一个官而已 也是很短的时间 他实际上对当时政治的参与 实际上是有限的 但实际上他通过写历史 实际上介入 因为对后人有影响 还是要怕 当然如果碰到一个人 他这个什么都不怕的人 也很没办法 我拿他没办法 我死之后 哪管洪水滔天 你把我写得很坏 不要紧 反正我这一辈子 恣意忘形就完了 这样的人没办法 但是那个时候 还是他坐孔子 还乱称贼子 锯 先是孔子锯 孔子看到这个乱世很害怕 所以就坐春秋 坐春秋以后 他有褒贬 有批评 有肯定 那其他人就乱称贼子 就锯了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比如说 什么叫一字褒贬 就用孔子这个话里面来讲 子氏其父者有之 臣氏其君者有之 就是这个氏 氏就不是一般的杀 这大家都知道 是就是说 一定是以下杀上 以下盼上 这个叫做氏 所以他这里就不用杀 他用是 所以他里面都是有道理的 他用一个字来讲 所以 这种所谓一字褒贬 所以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中 你后来看司马迁 中国历史 我们现在讲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 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 真实是历史最重要 但你回过头就看中国的 中国有没有讲 讲不讲真实 当然讲真实 比如说 这个董胡 这个丙比之书 丙比之书 一直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很肯定的一种 使得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你孔子看他那个话 他其实不是仅仅真实而已 如果说他最高的精神 其实不是真实 实际上他是 觊觎着他的这个判断 价值判断在里面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司马迁 司马迁自己说 你看他太子宫秩序 最后讲的话 他说他继承那个精神是什么 实际上是孔子的精神 他继承是那个孔子的精神 就孔子做春秋的精神 所以他说 他自己说 你看他那个话很奇怪的 他作为一个使家 如果是个使家 你好好记录下来就完了 他不是 他是要什么 揪天人之己 通古今之辩 成一家之言 一个历史学家 成什么一家之言 你把事情写下来 真实是什么事 你写下来就完了 你要成什么一家之言 他要成他的一家之言 所以那个研究都有 这个司法先 司法先其实是受这个 跟董宗书学过 他受这个春秋供养学的影响 是很深的 所以他是要有价值判断在里面 所以这个都体现 春秋里面的文字很短 大概一万多字 一万六七千字的样子 很短的 一万六 一万六还一万八 我记不清楚 反正就一万多字 所以这个 他不可能大篇幅的 这个展开叙述 太史公最后还要讲 这个什么 讲一个什么太史公月 有的时候价值去评论 然后他这个没有 但是就通过 这个一纸包边体现他竞争 所以中国史学的竞争 你也知道 他真实 当然是重视 但真实不是他最后的究竟 他实际上是有 这个道德判断在里面 这点是非常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 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讲 就是春秋因为它文字 非常的简略 非常简略 它虽然按照年代 这样排下来 但是它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历史的什么 可以讲只是一个大纲 只是一个大纲 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 丰富的历史的技术 所以很难讲春秋本身 我讲是经 作为春秋经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恐怕很难讲 有多少的文学性 有很少的文学性 因为以前也有人 阐释过所谓的文学性 你比如说春秋 春秋里面 始宫十六年 有一句话 陨石与宋 是什么 就是天下路还有陨石 掉在宋 掉在宋国 有五个 后来解释 《公养传》他们就解释 陨石 寄文 它现在这样两个字 陨石 就是陨石掉下来了 文气喷然 碰好像掉到地上了 所以先出吻石两个字 四字一看 石 它一个字就解下来 一看 是碰掉下来 再一看是石头 然后呢 这个则石 查之则五 查就是观察的 查是更细 查是更细 四字则石 查之则五 一看 所以它这个句式 它为什么是讲 陨石于顺五呢 是说掉了东西下来了 一开始石头 然后最后是五块 所以讲得很那个 那个汉人 汉汉汝解得好像很那个 这个用字不苟 好像都是有讲究的 其实这个没有道理的 后来这个是什么呢 后来这个 靖的 大家知道 西靖那个时候 从这个 这个机种里面 挖出那个 那个时候也是出土文献了 出来那个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打开来一看 也是这五个字 陨石于顺五 那个竹书纪年 那个东西 基本上是 魏国的史书 魏王的 魏国的文献 因为这个是 鲁国的文献 那是魏国的文献 所以这个根本 不是什么文字讲究 可能当时都是这么记的 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通报天下 然后各国的史观 都这么记书 所以你 你鲁国春秋里面 记载的是陨石于顺五 魏国的也是陨石于顺五 没有什么特别文字讲究 所以我就 作为文学来讲 春秋可能没有 很难讲出 什么特别的文学性来讲 那个从文学上来讲 当然很重要 就是所谓传的部分 金传就是左传 左传 那个就更加提供了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文学经验 左传真正可以讲 是有很丰富的 这个文学含义的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 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